嗨,大家好 发现在社团里面还蛮多人问说 关于防水跟清理的部分 所以想说拍一个小的短片来 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 然后首先就是防水的部分 因为是鸡皮 大部分New Benz的鞋子都是鸡皮的鞋子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一定要做防水 那如果说它是牛八根或是皮脂的话 我就不会喷防水 那防水的话呢 我个人是推荐这个Left Bar这一款 防水喷雾 它其实 第一个就是它不贵 它的价格 算说它这边写 售价590 特价290 但实际上可以在 如果你家里附近有Left Bar的专柜的话 你其实可以用加价构 我忘记是7折还是8折的价格 买到 所以其实它还蛮划算的 那像ABC Mart也有卖一些防水喷雾 但是 我之前一开始都在ABC Mart买 但是它其实它会 拍上去之后会影响到那个GP的颜色 所以后来都改在F8买 那 其实这一款 在一般的全家便利商店有买 所以 如果有趣的话 可以到附近的全家便利商店看看 还没有货 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请 店员帮你订订看 那 防水的 我们的要点就是 喷薄薄一层就好 因为它其实就跟 一般想 防晒乳一样 就是你要一直补的 所以 就是 喷上薄薄一层 不要喷太厚 因为喷太厚 真的有可能会 造成你GP的颜色的变色 那 就是防水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 清洁 那这个 这个清洁组呢 也是我多年前在 newband专柜 就是 忘了是凑 凑成树买的 之类的吧 反正就是 它就是一个刷子 还有一块橡皮擦 那 原则上 清理鞋子的时候 首先的步骤 就是先用刷子 把 呃 肌皮外面的灰尘 先刷掉 然后再用 橡皮擦去把 就是有 脏污的部分 或者说 呃 其他塑胶 就是橡皮之外 就是橡皮之外 橡皮擦的地方 有占物的部分 用橡皮擦去把它擦掉 那 这个是在 国内专柜 台湾的专柜 有卖的 呃 一个 清洁组 那我不知道现在 价格是不是还是一样 250 因为 买了很久都没有用 那 最后一款就是 这个是 我在日本 元素的newband 旗舰店 买的 当初也是 抽 抽成数买的 那它其实是一个 鸡皮的 清洁茶 然后 那 这边就有写 slate clean 那它的价格是 300日币再加税 所以324日币 以当初的惠玉来看 可能就是不到100块 那 那 这是我目前为止最常用的 它就是一个 橡皮擦 然后 可以看到就是被 我拿来擦一些 脏污的地方 那它其实就是 摸起来有点 稍微黏黏的感觉 但它就是会把 鸡皮上面的一些脏污 就是吸上来 就吸在 这个橡皮擦上面 它不是把它擦掉 它是把它吸在 这橡皮擦上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还 蛮好用的 那 我想 原厂的这一块 橡皮擦 应该也是有同样的功能 那 那 当然就是 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 那 因为这个 就是很容易 摔到 就被我摔破很多次 好 那 这是 呃 想拍一下短片 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清洁的部分 那 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 留言跟我一起讨论 那 谢谢收看 也欢迎你们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 拜拜